说政治 说门道 董志森为您说出新闻的真心话 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今天天气非常好 变天的好处就是连天气都好吗 当然了 你有时候看 这种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都是好天气 你当然想办法出去走一走 最近的鸟气太多了 险后其实很多人输解了这口气 所以这个礼拜都在讨论险急 其实险急很多东西就不一样 昨天自由事发的头条 他讲法院前天判决互联会 党产会做互联会是付水组织把他的财产385亿 把他冻结啊 自由事发很不爽啊 头版头标题 行政法院险后大放水 用这个做标题啊 字很大哦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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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大放水 党产会对很多机构做的 财劫 人家只要去打官司几乎都赢 党产会目无法计 甚至法院判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 你这个公文给人家 要冻人家的财产 冻结人家财产是不行 他就再出第二份公文 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法院禁止了 我是文号第几号 第几号 那我现在另出一个文 我继续来对付你的财产 这种党产会羞羞脸啊 这些人全部搞法力了 民进党 坏事做太多了 在这次贤警里面看到 教育部要对付国务率报 党官司也输 党产会要对付国民党 党官司也输 现在对付互联会 党官司输 然后最后时报就说 大放水 什么叫司法大放水 自由时报 的儿子 林洪瑶 江鸟洪 瑶顺乙汤的瑶啊 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啊 名字还起 瑶顺乙汤的瑶 也很奇怪啊 对不对 瑶顺乙汤是中国的 圣主明金啊 但是哦 他在士林官邸 那边买了一些地 要开发 结果人家地主不同意 他就把他土地 赠送给13个员工 我赠送给你们 每个人都大了 每个人赠送了 面积 就跟iPhone手机一样大 各位那是一块土地啊 你想想啊 这样的土地人干嘛 没干嘛 就听老板了 然后接下来就照他的意思下去开发 在士林官邸旁边 结果那地主 被地震处 所属的士林 地震事务所 通知 说这块土地已经准备怎么开 这个地主姓曹啊 曹操的曹 他很气啊 怎么变这样 他就去告 告了以后才发现说 哇 原来自由时报的 老三 他老大叫林鸿年 老二叫林鸿邦 老三叫林鸿遥 他就去告 告了才发现说 原来你养人头啊 变成你的地主 你的人数就比较多 我就自己一个 我就认你们宰割 这怎么会公道 所以这个官司就打 打了 这不是贾正宜吗 自由时报的儿子 他平常都很慷慨 有很多好的东西 都会扶你养工 所以这是真的正宜 各位有谁相信 大家都有点尝试好不好 选完以后了 你还没尝试吗 后来法院 当然一路判 判输了以后 这个贾正宜 希望 把土地 把别人的土地 由你来做处分 来做变革的 法院判 你输 最后是怎么样 最后只要罚死而晚 如果他得逞的话 61 赚61 这么大的案子 最后罚死而晚 了结 什么叫司法大放水 各位朋友 这就叫司法大放水 颜色只要是绿的 颜色对的 什么都对 各位想想 今天如果 他不是自由时报的公子 是绿色媒体 的少东 法院会对他这么好吗 这就叫做放水 我有时候看这新闻 我看的其实是很气 统促党有个成员 这成员叫张修家 修理的修 嘉义的家 他 因为 那时候八田里仪的事件 因为他们去 把蒋介石的铜像 把他断头 李成龙就去断 八田里仪的像 后来张修家 他很气 他就跑去 沿山 沿山的水神社 水神大家知道吧 喝水的水 然后 神是 就是我们拜拜的神 沿山大放店的水神社 旁边 沿山水神社 他就去喷漆 喷完漆以后 旁边还有两只狗 因为庙前面 有时候有人放狮子 有人放狗 这两只狗叫薄浅 一个浅字旁 再一个白色的白 他也跟他喷漆 然后 这个地方是被指定为 古迹的 台北市政府 试定古迹 所以 那时候喷的时候 就有人 因为他就在 沿山大放店的 后山那里 那边常有人去爬山 就有人去告 有人去报案 拜了 台北市文化局 赶快跑去看 看 然后就发现说 诶 怎么是这样 所以 他就跟警 文化局就跟警察局告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7年8月17 结果告了以后 7年8月13 发生的时候 告的时候是8月14 告了以后呢 警察就办了 办了查出说 是这个张家修 张修家 修里的修 家义的家 我讲这样 就是说 各位朋友 你去上网 结果呢 检察官起诉了 这是台北市的 市定古迹 你跟他喷漆 你破坏了 市林地方法院 两天前判了 你怎么可以 做这种事情 太可恶了 判6个月 划18万 张修家就被判了 各位 他为什么被判 因为他是统促党 白狼的统促党 他被判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市定古迹 你怎么可以 用漆来喷 用油漆来破坏它 喷油漆是要看党的 你知道吗 现在检察官起诉 法官判 这个是日记时代的 岩山水神社 统促党很讨厌日本人 日本占领台湾时候 盖了这个地方 被指定为市定古迹 日本当然是甲午战争 有进入台湾 甲午战争之前的 宝物当然就比他早 台北市政 有非常多的跑物 柯文哲嫌几前到北门 台北以前是一个城门 有一个城墙 台北城 以前是有城墙的 就好像你看古装电影 有个城墙 大家走进去 后来日本人来 就把他拆了 一般一个城 当然有东西南北门 台北市政有五个门 有一个小门 各位听小总节目 你就知道我讲过了 他们都盖一个小门 是为了让板桥的人 走进来不要走西门 免得挨揍 因为盖的这个人 是板桥的林家花园 的林维言 为他们板桥那边着想 各位曾经听我讲过这个故事 现在台北还有四个门 西门被日本人拆掉了 北门 柯文哲在那边办竞选活动 东门 东门在庄庄府正对面 那个就叫东门 叫警服门 民进党去抗议的时候 在郝龙斌当市长 李永平当文化局长的时候 民进党去抗议 三个议员 这三个议员叫 刘耀仁 庄瑞雄 还有黄向勤 各位可以上网查 你只要打东门 喷漆 台北的东门 喷漆 Google 雅虎就出来了 你要更快的话 庄瑞雄现在是立委 他们那时候三个是民进党议员 喷了以后 台北市政府提告文化局 同样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告 那时候是郝龙斌当市长 李永平当文化局长 现在是柯文哲当市长 然后李永峰当文化局长 他们就提告 张修佳被判六个月 判十八万 郝龙斌当市长 李永平当文化局长 去告的时候 检察官起诉 法官判无罪 同样的我跟你讲 差别在哪里 你要讲古迹水比较久 我刚刚特别为什么讲 台北城的骨处 台北城是光稀十年盖的 那当然比日记时代更早 因为日记是甲午战争 对不对 他是1895年以后的 所以他至少 早他二三十年 那这个城门 城门的宝贵 当然远远高过 岩山水神社 我相信台北市民 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看过 岩山水神社 因为他在 岩山大饭店的后山 在中山北路 五段那边走上去 百分之九十九 台北市民都没有看过 外县市更不用讲 可是台北的东门 北门 南门 小南门 我相信 尤其是东门 看过的人最多 比北人多 为什么 因为他就在总统府前面 你要抗议 你要去台大 对不对 他是在交通要道上面 中山南路上 在中山南路 跟仁爱路的交汇口 以前 那边是国民党的党部 现在是张荣华基金会 多数的台北人都看过 他年代更久 请问一下 他为什么判没罪 因为去喷的是民进党的 前两天被判有罪 判岩山 岩山水神社 被喷漆了 因为他是统促党 统派团体 清共是红色的 那国际他亲历了 法官就判无罪 哪个法官 林梦皇 双木林 孟子的梦 皇帝的皇 他说他们来喷 是对党国 对党国的主义 他们抗议 他们表达他的政治主张 那统促党的张修佳 也是表达他的政治主张 他讨厌日本人 日记时代 多么欺负台湾人 他也表达他的政治主张 他也喷了漆 为什么要同样喷漆 统派的就有罪 各位 不相信你上网 差别在哪里 林梦皇 林梦皇说 这是他表达他的政治主张 他对党国 表达他的政治主张 一审 林梦皇判无罪 二审也无罪 照林梦皇的主张 林梦皇现在在高 在二审的高宴 他是蔡英文 司改会 司法会议的里面的成员 平常很喜欢写文章 很怎么样 如果林梦皇 判的是对的话 为什么张修佳是有罪的 各位 差别在哪里 又一个统派 一个独派 不是吗 我讲的案子是一模一样 各位朋友 我们在台湾 司法 你有时候看不懂 老百姓看不懂 但是小董告诉你 怎么看懂 小董教你怎么看懂 我们司法是有颜色的 是绿色的 各位看懂了吧 过去苗栗县县长 刘振宏大家很讨厌 陈维婷 带着一堆人 跑去刘振宏家那边破漆 后来检察官不起诉 说那个漆是可以洗得掉 漆是可以洗得掉的 当然啦 因为他是独派啊 不取诉啊 各位朋友 这是有差别的 你不要有样斜样 你要看了 就是说你自己是什么颜色 你到法庭的时候 不管是检察官的侦察庭 或者是法官的法庭 你要有意无意要讲说 你最讨厌的人就是董之生 小董 谈到节目你从来不听 你听了就恶心会吐 你要告诉法官这样的话 官司你就会赢 我们台湾现在变这样 民进党为什么有恃无恐 一路上司法在弹怒他 一路上司法 完全在替民进党 铲除异己 各位你今天看到这样 为什么人民那么愤怒 为什么花莲赢那么多 因为习正瑞要选的时候 你把他老公 傅昆吉县长抓起来关 对不对 你用司法 然后派一个检察官出身的 来代理花莲县长 人民看不懂吗 你们玩司法完成这样 张立善为什么大赢 张立善对手李静勇是个大律师 李静勇人也不错 过去当过 基隆的市长 他为什么大输 而且他很早就宣布输 李静勇很累落 我宣布输 很早就宣布 张立善大赢 为什么大赢 张立善哥哥 是以前的县长张荣卫 选前八个月 张荣卫一个案子 14年了 一直没有定案 突然就定案 抓去关 傅昆吉的案子 也是14年的案子 突然抓去关 这是什么司法 各位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司法 过去当民进党帮凶 这次继续帮 可是人民是看得懂的 你把他哥哥抓起来 哥哥是妹妹的操盘手 四年前张立善跟李静勇 现场的时候 输得一塌糊涂 四年后赢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 因为人民看清楚了 你们民进党 拥有 全国多数的媒体 百分之八九十 都听你们 你们民进党 有所有的行政资源 有党产会 有出转会 还不够 还有司法下去 帮衬 对不对 所以 傅昆琦被关起来的时候 她是花莲县长 她跟她太太 户籍都在花莲 傅昆琦被关在花莲的时候 她太太要嫌疾 很多人会去问傅昆琦 去会课 明天我们造势要怎么造 这个礼拜六 超级星期六 我们要怎么造势 会啊 怎么办 没关系 我司法就把你移间 什么叫移间呢 你原来在花莲监医 我说花莲监医太急了 这几个人 把他移间 移到远一点 移到哪里 移到台北土城看守守 傅昆琦被移到土城看守守 你们 你们购计他那些部署 那些嫌疾干部 想要问他 就很不方便 我说民进党 其实还蛮仁慈的 你知道吗 民党还蛮过意识 还蛮有点人性的 民进党应该把傅昆琦 移到金门监疫 对不对 这样小总回金门 偶尔也可以去看看他 聊聊天 老朋友 应该把他移到金门监疫 或者马祖监疫 移间 把他移去那里 所以民进党还是有人性的 不要再骂他了 他是个垃圾党 没有错 但垃圾有很错 有非常错 民进党是非常错的 但是上面还有一种超级错的 不是吗 各位人民不会看不懂啊 今天民党有所有的资源 行政的资源 蔡英文写给党员宇峰信 蔡英文说我们的改革方向没有错 老梁没有错 林卓罵没有错 我们改革后 民众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民众没有追上我们的脚步 蔡英文给党员宇峰信这样讲 这事改啊 这事烂啊 民进党有一个人我最崇拜 蔡英文这种垃圾我是不放在眼里 有一个人我最崇拜 绝对不是陈水扁 这个人叫吴秉锐 吴秉锐在一粒一休 外界有疑后的时候 吴秉锐说 如果你们不同意民进党 可以不要投票给我们嘛 老百姓说 这句讲得太好 我们就不要投票给你们了 所以这个人 应该当党主席 对不对 因为他才能够讲到人民的声音嘛 吴秉锐以前当法官 他年轻的时候就当过法官 后来苏贞昌非常赏赐他 然后就把他带在身边 他就一路追随苏贞昌 然后在新庄那边 选上了立委 那这一次他是不问题 他当民进党立法院的党编 你们不同意我们民进党这个组装 可以不要投给我们 哇你看 现在民进党整个党内 整个团队里面 唯一讲话 老百姓会相信 会 会服从你的 会追随你脚步的 只有一个人 就叫吴秉锐 你们可以不投给我们民进党 老百姓就真的不投给民进党 你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还在讲这个话 今天礼拜几了 还是要继续意义辜行 我继续做 所以各位朋友 这次选举 当然很多人说 立地变南天 这是地方嫌疾也不够 你应该把这个垃圾党 的中央执政权把它拿掉 各位朋友 今天是11月最后一天 明天就12月了 明年 这一年整年够了 后年年初就投票了 对不对 大家记得 2015年 2016年我们投票 民国105年 我们投票 那一天是几月几号 1月16 一月就在投票了 一月中就在投票了 所以还有多久要投票 13个月 对不对 明年一整年12月 甚至连13个月都不到 各位朋友 1124 媒东厂 中秋月 沙达子 大家 不要忘了 莫富初心 我们希望后代更好 希望台湾更美 希望 朱学恒的鸡排 很好吃 朱学恒说 我在高雄请鸡排 请多少呢 23450份 哇 你要多吃了 你的身材就跟他一样 朱学恒 我的好朋友 这手笔很大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讲 马上回来 今年的选举 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欢乐 因为有韩国瑜 所以最流行的发型是 秃头 最流行的手势是 最流行的歌曲叫夜席 那今天的吉祥动物是什么 我告诉你是鸡 是鸡哦 不是大母猪哦 是鸡 大母猪很丑 鸡很好吃 不相信哦 我告诉你 贤脊里面 仅至于韩国瑜的红人 不是那个姓柯的 那个饭桶 姓柯的是个饭桶 不用讲 最受欢迎的人叫 葵姬胡来爹 我的朋友林玉峰 台南的市长候选人 为什么大家叫他亏鸡呢 亏欠的亏 公鸡母鸡的鸡 为什么叫亏鸡呢 因为他 每个礼拜带来一些欢乐 每个礼拜五 办年轻人的演唱会 大家来听演唱会 免钱 加码 再一场 再一场 他的口头残车 怎么样 他说大家来欢乐吧 亏鸡 瘋狂礼拜五 可以讲亏鸡 所以大家叫他亏鸡 这鸡很红啊 对不对 显前你就看到了 吉祥动物是不是鸡 后来大家想说 哎呀国民党 那些老人出来 大家看了就很讨厌 在网路上 我们帮国民党挑吉祥动物 结果也是挑出一只鸡 各位可以上网 那只鸡的模样 有点怪 有点怪啊 那反正大家就笑笑国民党 说你看国民党这只鸡 那只鸡是又肥又纯那种样子 后来国民党好多人看了 就觉得好丑哦 这是网友选出来的 后来 国民党有个立委 跟我同台啊 上电视 他说奇怪 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呢 国民党还有很多人讲东角西 他说这个是在羞辱你的 你看不出来吗 我说对啊 网友要羞辱你 你就只能被他羞辱啊 因为你们不是小董 小董 对网友是骂 说你们多数都是垃圾 网友是垃圾嘛 对不对 我根本不怕 很多人怕网友 我又不嫌疾 我怕你什么 你说你会被怎么样 那再说吧 大家就事论事啊 好 吉祥东 这个鸡很红啊 可是让他花样光大 就是我的朋友 朱学恒 朱学恒过去常上我节目 常修理我 他常修理我 修理陈辉文 修理唐湘龙 但是我们爱以包容 我们心胸都很大啦 对不对 那朱学恒呢 他说只要韩国一当选 请两百份鸡牌 在高雄 然后一直加码 加到现在多少份 你知道吗 我不是开玩笑 而且不是讲假的 两万三千四百五十份 加码加到这样 你知道 所以 今年鸡是吉祥物 鸡也最倒霉啊 你们嫌疾 有输 有赢 有哭 有笑 最后倒霉是我被杀 对不对 你们为了吃鸡排 这个鸡很倒霉啊 各位 朱学恒加码 有一个先生响应他 他说有些人 人家吃素不吃分 我加码 素鸡排 素的 当然 那大概就是地瓜 或者马铃薯的 我加一千份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欢乐 欢乐嘛 各位你要跟他想一想看 一分鸡排 就算一分四十块 朱学恒要花多少钱 乘以四十 23450 乘以四十 你可以看多少钱 那至少也是五六十万吧 所以朱学恒 他说大家快乐就好了 各位朋友 但是他只向高雄 只向高雄 你可以去高雄 你可以上朱学恒的 阿宅万事通事务所 他的脸书 他叫阿宅宅神 国民住宅的宅 他国民住宅 阿宅 事务所 但是 我们有时候看 其实这些东西 他是很欢乐 这种欢乐 让大家觉得说很开心 你会真的说 哎呀我就是要吃那四十块的免费鸡排来怎么样 不是 因为你感受到这场选举的欢乐 各位朋友 他有个通关秘语 通关秘语叫 叫什么 你要进来 那个店主会问你 通关秘语的 你要吃点钱的 你总要讲一句话吧 对不对 你不要 不要讲恭喜发财 也不要讲小董你好帅 不用 那个没有用了 你要讲什么呢 他有个通关秘语 高雄会更好 高雄变更好 都可以 各位 要记得哦 我讲哦 选举要欢乐 有几家欢乐 几家愁都没有关系 但是 朱雪原这个大手笔 让很多人很开心啊 各位 我们选举 什么时候 以后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 人民做出来的主张 你政府就要服从嘛 就这么简单 这是人民的选择嘛 对不对 蔡英文你虽然总统 你也是人民选出来 可是你是两年都 人民选出来的 现在人民有新的想法 新的名义 你不能说选出来 就由我意义孤行 那不是 人民 有很多主张 他有很多想法 这想法最直接的 就是公投 公投有十个案子 里面有五个案子 跟同性恋有关 现在立法院今天上午炸锅了 因为在吵同性恋 在吵你知道吗 同性恋有两派 这五个公投案 有两派 一派是主张 没有人反对同性恋 一派是主张 把我们同性恋的婚姻 或者一些权利 把它纳入民法 那有一派是认为说 你们同性恋 我们也尊重你 但是你们要另立专法 譬如说叫同性办理法 你不要在民法里面 加入同性恋的条文 你们自己立一个同性办理法 同性办理嘛 对不对 结果同性办理法 这一派赢 等于说专法派赢 民法派输 你如果在媒体看 不要说看不懂 听小董节目你就懂了 民法派输了 专法派赢了 给你们另立专法 因为他票比较多嘛 你要服从民主啊 那行政院长赖清德说 好那我们就朝 另立专法 另立专法 内政部就要另立专法 他就要定出草案啊 结果段于康今天开骂了 另立专法 让我们跟国民党有何不同 这是公投的结果啊 公投结果就是这样啊 政府不能违背公投结果 公投比立法院大 公投是仅次于宪法 各位都 我讲这法律的概念 它是有层次的 我们过去有讲 宪法法律命令 它是三个层次 命令违反法律 命令无效 法律违反宪法 法律无效 那公投呢 公投是借于 宪法 跟法律之间 它比法律大 公投就是法律 它比我们立法院定的法律大 所以你就只能服从啊 民党这次败前 其实很多人 因为这个叫爱家王 他们全力推动 他们全力推动 要给他另立专法 不要给他们到民法里面 爱家王全力推动 那爱家王这次大后全盛 他们主要很多教会的人 所以他们联署 很快 速度很快 因为他教会礼拜天 来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在课文里面 也不要教小朋友 同性的 怎么样怎么样 那大家就 教友大家互相 互盆引办 很快就联署完成了 28万票马上就超过了 然后去投票 一投出来不得了 压倒了 民法派 专法派压倒了民法派 所以现在要成为法律 民进党很多人很不爽 因为民进党 大力推动 要在民法里面的 这个人叫尤美女 尤美女 尤美女我不晓得 大家看到他认不认识 他有个很明显的 他在仁宗这里 有一颗很大的字 你看过一次一定会记得 因为女生嘛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 仁宗 大家知道仁宗是在哪里吗 仁宗就在鼻子 跟尚存之间 这个地方叫仁宗 我们项命的 这个仁宗 他在那里有一颗很大的字 尤美女是个有名的历史 台大法律系 他潜力推动 民法派 那民进党这次在检讨的时候 除了吴英宁 已经下台了 昨天下台之外 中选会 陈英前 给下台 大家检讨说 我们为什么会输这么惨 因为我们跟爱家融 这些教会的人对干 他不止教会 台湾很多农村社会 很多老人家 你们这些同性恋 要搞到怎么样 就他当然有一个说法 那所以 他们又乖醉到说 就是尤美女 你去推动民法派 你去带领民法派 结果我们 输给专法派 因为公投 大家支持专法的人比较多 他们就透气了民进党 民进党的 县市议员跟 县市长 就输得比较厉害 民进党用这样来讲 所以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党边 就是柯建民 柯总招 他今天出来讲 他说请尤美女 立委 你是我们的不温馨立委 请你放过民进党 你不要再提了 段仪康说 如果你行政院 赖清德 你不支持民法派 我们跟国民党有何不同 这个和国民党民党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公投的结果 公投我刚刚讲了 比立法院定的法力大 那现在民进党是这个态度 柯美女也很伤感 柯美女讲了一句话 她说选举已经结束了 狂暴的社会应该赶快冷静下来 什么叫狂暴的社会 柯美女的先生是大法官 叫林瑞明 柯美女 柯美女在马航九当总统的时候 提名民进党的柯美女 立司当监委 表示马航九也很欣赏她 台大法力系的学妹 很优秀 结果被立法院伙结 柯美女和她的伙伴 在立法院是天天修理马航九的 可是马航九的度量很大 爱以包容 要看包容到哪些人 等一下回来 积极相关话题 反正回到小董的 我是真心话 可是我实在很 很吃惊我的朋友 朱邪恒 阿宅 万事同事无所 各位要上这个脸书啊 为什么 因为她在请鸡牌 我刚在节目前半段讲 她送出多少份鸡牌 本来是两百份 一路加码一路加码 加到怎么样 加到现在是两万三千四百五十份 刚刚我们的气质帮我算一下 我都吓一跳 因为我以为是五十万 不是一份四十块的话 是九十三万八千块 一份鸡牌如果是五十块的话 是一百一十七万两千五百块 朱邪恒怎么那么有钱 我有时候讲 因为我跟她相似很久 她住在大直 房子是租的 后来她想说 我有个空的房 里面有个空的房间 她就问我的助理 我过去再听一遍 问我助理要不要去跟她住 我那助理也很喜欢她 所以我助理就跟她住 那我平常发通告 我其实不太管发谁 因为我常常当主持人的时候 我在电视台当主持人 我常常不晓得我来宾是谁 就大家坐下来我才看说 今天来宾是这些人 我不像别人那么主导来宾 为什么 因为以我为主 我这一点 你会讲什么我也不管 因为我们坐现场 我们来宾是坐现场 跟人家不一样 接call in call in你进来 再骂我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没办法拉断 就是现场 朱贤常上我节目 那我们常会聊天会干嘛 我这助理只要发朱贤就很开心 我就跟他讲 你开心在哪里 因为你们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回家 一起坐车回家 本来助理要回家 对不对 你要自己找交通工具 那当然 其实大家都很熟 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 出血员花了 鸡排这么多份 好朋友们 你如果要 你一定要去高雄 通知你高雄的朋友 他在114个点有发放 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到脸书 因为他告诉你发放地点 发放地点 明天晚上6点 各位不要管虎鸡 弗莱迪的虎鸡的 也不要管国民党的吉祥物 那一只 那一只公鸡的 不要管 眼前有 好吃的猪排 哦 鸡排 对不起 因为我都想到大母猪 我就想到猪排 鸡排 我们就吃垮猪学人 好不好 没关系 其实猪学人 是一个 他英文非常好 他大学毕业 英文非常好 他是魔界的翻译者 各位魔界是很畅销的书 你要翻得好不容易 他是中央大学的 毕业的 啊魔界三部起 大家看 那个文字写得更好 这是猪学人翻译的 好 大家来吃瓜他 但是贤己我们就要翻乐 小董所要讲的就是贤己翻乐 啊贤己的结果你就要服从 民进党现在一堆人就认为说民法 民法派怎么会输呢 年轻人都挺民法派 为什么我们会输呢 因为台湾很多人 甚至很多教会认为说 同性恋我们不反对 但是请你们另立 同性办理法 这是小董刚在前一段讲过了 但是贤己 有时候你也 蔡英文 说我们改革是对的 民众 跟上我们的脚步台湾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改革 今天最奇怪的新闻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蔡英文贤后以后 他打电话给六都的市长 其实这是一个幌子啊 蔡英文只想打给柯文哲 因为要立白合作嘛 所以柯文哲 常常为了吴英宁被修理 昨天 在蔡英文受益下 在林冲贤明白表示下 他们把吴英宁干掉了 各位 这不是戴罪羔羊而已 这个等于说 杀鸡敬佛啊 现在既然大家对鸡 有好感的话 这个叫杀鸡敬佛 告诉其他人 你如果在选举影响到我的选票 我就把你干掉 杀鸡啊 但是杀鸡咽用牛刀呢 我们看 六都的当选人都接到蔡英文的电话 很多人就很吃惊 侯友宜就不敢接 侯友宜看他电话没看过 不敢接 不敢接啊 我怎么一当选一堆电话来 如果是小董打 他一定接嘛 因为上面有我的名字嘛 对不对 我打给韩国瑜 韩国瑜一定接嘛 这董哥嘛 对不对 老朋友 对不对 他会接啊 因为上面有显示我的名字 蔡英文打给侯友宜 他平常不往来的 打过去 侯友宜 拿起来 这电话我没看过 我不敢接 因为接了 搞不好 讲东讲西 我忙得要死 我要卸票 对不对 小董有时候很多陌生电话 我也不要接 太陌生了 你看 不晓得干嘛 跟你勾勾提勾不完 有时候也会这样 有时候你很忙 我哪有办法接 但是 多数我都是接 那认识了 我当然更会接 但是我在讲这个 他其实只想 打给一个人 可是其他那五个人 是陪着 表示说我通通打 我没有刻意 打给柯文哲 其实他只想 打给柯文哲 这是一个 今天最奇怪的新闻是 陈吉也打给 所有的县市长 陈吉是什么身份 陈吉是总统府的 秘书长 总统府的秘书长 是个幕僚长 他 他是什么身份啊 各位你看到 我们为什么 常在讲一个制度 或一个宪政 今天代表 总统府的是总统 只有蔡英文 你如果说 所有的县市首长 我都打 以后我们中央 跟地方合作 这讲得过去 我跟你们恭喜 如果是赖清德打 那我是你们所有 县市的上级单位 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配合 我赖清德会配合 这也有道理 蔡英文跟赖清德打 都没有问题 陈吉打就有问题了 这个是 紊乱了整个县政的 他把它混掉了 陈吉自以为是谁啊 各位 这个其实是很严重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非常严重 就你自以为代表总统 总统秘书长不能代表总统啊 你怎么代表总统 总统有民意基础 你没有啊 你是指派 你没有民意基础啊 你在我们整个政府的体制上 你也不是总统府的什么首长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 他以为我就代表总统来恭贺你们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 我告诉你 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干 因为蔡英文对外讲 他已经打给六都了 他其实只想打给柯文哲嘛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为什么他这样讲 因为柯文哲已经会对外讲 那其他五都如果没有被打 为什么你只跟柯文哲恭喜 那你们是代表怎么样 是你指示中选会图立柯文哲 让柯文哲当选是不是 然后跟他邀功吗 外面一定会有很多这个传言嘛 侯友宜接到不敢不敢接 那后来怎么知道呢 后来蔡英文 李治联络 侯友宜联络不到 就打给 谁 后选人旁边有警察 打给那个 跟在旁边的警察 跟侯友宜的警察 说总统在找他 他都不接 那侯友宜说 我不晓得他电话 他就是哪一只 侯友宜就回电 他构成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 嫌疾嫌到这样 这些人方腔左板也不奇怪 我讲也不奇怪 但是他们在合纵连痕 各位 接下来的戏码我告诉你 就是民进党要去拉拢柯文哲了 先释出的好处 有意见就 意见意见的接得来 柯文哲下来要干嘛 要办双城论坛对不对 双城论坛 依照民进党的惯例 只要有大陆官衔的 不管中央或地方 要先见我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昨天陆委会开会说 不用了 以后不用 因为大陆的人不敢来嘛 前面所有 只要有官方 深入的人通通不来 都被季节 因为我们季节见陈明通 所以我们宁愿不来 昨天陆委会把这个放宽了 你们官员可以来 不必跟我们会变 你们可以办你们的活动 为什么先讨好柯文哲啊 因为 立跟白如果联手的话 他们可能可以保住 后年 年初的总统大选 蔡英文现在在想这个 那接下来他还会有很多 讨好的工作 所以小董天天 K柯文哲 修理柯文哲 蔡英文会天天捧着他 捧着柯文哲 就是未来 今天谢谢收听